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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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碧波荡漾 江陵县城在一块薄薄的竹笃上 写下了一段文字 这是一封特殊的文书 内容是告知地下的官员 江陵县一位名为碎的人 带着他的用人和日常生活用具 即将来到英曹地府 在西汉 每县各制成一人 权力仅次于县令 显然江陵县城 能为碎写下这样的介绍文字 说明碎的身份也不寻常 就在碎下葬两千多年后 这片薄薄的竹笃出现在靠手 在凤凰山168号目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在果市边乡 发现了这片竹笃 竹笃是竹节聚开后消制而成 读文为墨书立体字极清晰 共有55个字 十三年五月更臣 江陵城赶告地下城 适养五夫岁 自研与大奴良等二十八人 大臂役等十八人 摇车二胜 牛车一辆 可令利已从事 赶告主 竹笃上面的文字虽然不多 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在这个墓葬制度里面呢 它有它的特殊地方 有高地书 有遣策 那么高地书呢 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在之前是没有的 它是实际上是活着的人一样的 就是迁徙 户口 台乌 一个文书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 开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 即公元前140年 因此 十三年是汉初的纪念方式 汉初皇帝在位 超过十三年的 只有汉文帝 因此 十三年五月 应当是汉文帝十三年五月 从这个文书来看 时代交代了 汉文帝十三年五月更成那一天 谁 饰养礼吴大夫 他是饰养礼的人 他自己说 我带了二十八个男路地 十八个女路地 还有公马母马 也就是说 那个主持的人 是通过这封文书 是活人想死人报告 就说 他是哪里人 他带了什么东西 他学什么 我来跟你们做些介绍 请你们不要约带他 汉初使用砖须力 五月更尘 即五月十三日 一个小小的竹竹 使得牧主人的身份 和下葬时的一些细节 大白于天下 考古人员清理了 凤凰山一百六十八号墓 果实的边箱和头箱 一共清理出五百多件文物 有质地精美 数量众多的漆器 还有木涌 车马等木器 以及仓 罐 灶 斧 斧 等陶器 头箱的话 基本上是放着车马 整个是象征他生前的一个 车马出行的情况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有这么大的车队 有多少两车子 这是等级的一个象征 江陵凤凰山一百六十八号墓的 主人穗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凤凰山一百六十八号墓葬 墓室的规模 以及众多随葬品都说明 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墓葬 同时也说明了墓主人有着较高的地位 告地书里写有 《释养五夫岁》 五个字 告知了人们有关墓主人的许多信息 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在他的嘴巴里面的舌头底下 出了个一印 叫水 这个就是他的名字 但是当时的印章的话 他私印只有写他的名而不写他的姓 秦汉印章 只有一个字的多为名 而取自古诗口腔中的御印 上面刻的穗字 恰恰与逐读上的记载互为印证 在汉帝国1587个县级行政区里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江陵县 是控厄长江的重镇 上可以通巴鱼 下可达吴鱼 商业新盛 也适合农耕鱼业 所以是江陵县人 江陵县属于汉王朝南郡 郡 县 乡 礼 是汉朝的行政区划 和地方基层组织 乡 礼 上称政府政令 下礼基层社会秩序 是连结政府和民间基层社会的纽带 那么 告地书里的释阳又是什么地方呢 当时的行政就是郡 县 乡 礼 过去认为这个乡和礼之间还有一个亭 学识在争认了很长时间 后来由于有一些出土 像允王汉奸 从这些来证明了 这个中间没有停 它属于县级管理的 在地方设置的一个亭 1973年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在荆州济南城内 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 一共发掘了九座西汉早期的墓葬 其中编号为 江陵凤凰山十号墓的墓葬里 出土的一枚检读表明 江陵县西乡下属释阳里 正是岁的户籍所在地 西乡就是乡政府 就像我们的乡政府 乡政府里就相当于我们乡政府 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 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释阳里的岁也去世了 他拥有五大夫的爵位 爵位又称风爵 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力的高低 战国时代 秦国推行商鞅变法 首创二十等军功爵位制 目的在于奖励军功 提高秦军战斗力 汉城秦制 国家按照获得爵位的等级 发放奉务 武大夫高于二十等决中的 大夫 官大夫 公大夫 号为大夫之尊 他的爵位是武大夫 按照西汉俄史等级的爵位来 看他是属于第九级 在西汉 武大夫爵位每年享受六百弹粮食的俸禄 比县令的俸禄越高 凤凰山一百六十八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也说明了墓主人地位不同寻常 兜转星移 岁下葬两千多年后 一个惊人的秘密被偶然间揭开 考古人员打开岁的墓葬 居然发现他的尸体保存完好 如同一个酣睡的老人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古诗的情况 试图推测他生前的一些生活形状 研究发现 睡生前患有胆结石等病症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 胆囊结石是跟我们过多的摄入了 高蛋白高脂肪的这个饮食相关 才会形成胆囊结石 所以他因为什么呢 他当时来讲是一个地方官 所以说他有这个胆囊结石 可能跟他这个当时来讲 因为他生活条件 可能比一般我们老百姓要好多了 通过对古诗动脉的观察 发现古诗有动脉周样硬化的病症 这显然是与饮食有关的疾病 动脉周样硬化了 它是在这个动脉鼻下面 有一些硬化的 和一些硬化的斑块 这是这样的 这我们病理学上面观察 西汉古诗的年龄推断 是研究人员的一项重要课题 当时古北医学院的梵明文来到荆州 对西汉古诗的牙齿进行了取样 这个我们去了之后 就是首先对他的这个拳口进行 还要检查 就看看他口腔里面牙齿的排列情况 牙齿有没有取齿 有没有牙周病存在的这种痕迹 结果后来都没有发现 所以说他就是生前他的生活习惯 应该是卫生情况都比较好 研究人员通过对古诗 两个磨牙的磨损情况进行分级 再根据公式计算古诗的年龄 有些人他牙齿掉得早 他这个就是靠到两个牙磨 所以他磨得很厉害 有些人的这个咬活比较轻 他牙齿比较多 那就磨得也不是太厉害 用综合性的方法来跟他鉴定 所以最后我们发表公报的时候 鉴定他是六十岁左右 岁去世于汉文帝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六七年 倒推过来 岁出生的时候正是战国末年 秦书正横扫六国 亦遇天下统一 他的家园也早已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已经经过了五十年 所以这都是秦朝的统治 这是他出生的辈子 那是他同年时代 就是在可能受家庭的教育 也主要以秦文化为主 随生活的时代 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包括 金科刺秦王 皇帝内经问世 离山陵墓修建 牛郎之女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 天文技术也达到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 五星瞻记载 通过肉眼测算出 金星的汇合周期 为五百八十四点四天 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测算出的时间 只差零点四八天 岁生活的时代 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变革 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战争远去 岁拥有了一段安宁的岁月 岁获得了五大夫的爵位 那么 岁的爵位是怎样获得的呢 他的身世经历又是如何呢 2018年9月 在荆州古城郊外的农田里 荆州市的考古人员 正在紧张进行现场发掘 考古人员在秦汉影城遗址 发掘出了影城的东城门和城墙遗址 公元前278年 秦军伐出 秦将白旗攻克影都后 在附近新建里所城池 称作影城 影城也是西汉南郡江陵县制所在地 我们现在站在东城墙 上面的一个东城门的一个城墙上面 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发掘的位置 就是说我们影城要找到我们影城 东城门的一个痕迹 在我们身后呢 我们看到的地方 那个有水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影城 东城园外的护城河的一个 现存的一个痕迹 如果穗是江陵县的官员 那么他就有可能在影城的亚蜀区里 办理公务 考古人员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查证 力求破解岁的爵位来历和身份之谜 按照年龄推算 岁可能获得爵位的时代 应该是秦代或者汉代 秦代编户齐名 国家以户为单位 对于人口进行了有效的断固 服兵役的年龄是15岁 秦朝灭亡的时候 他21岁左右 21岁左右 杰作就是处向之争啊 这个长达五个年头的战争时代 如果他是参加战争的话 我估计他就有可能参加 楚汉之争时期的战争 史料记载 西汉时期共有54次次明决 但决位都较低 西汉初年 为了奖励功臣和安置流民 还实行过按军功授掘赤田 所以是不是因军功授掘赤田呢 还有呢 就是在和匈牧 作战的一些战争 刘邦时代啊 有一次大的战争 就是拜登之围 那次是失败了 但按照他的年龄 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罗运环认为 如果通过战争获得爵位 所以最有可能 是因为参加了西汉 对于匈奴的战争 在文迪的初年 也或匈奴发生过一次小的战争 那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 所以他的这个生死职务啊 他有可能参加战争 但是我们在他的墓里面呢 看不到这个他曾经参加战争的这种痕迹啊 或者是遗物这一类的东西 然而考古人员在碎的墓葬里 没有发现兵器一类的器物 军人的身份尚缺乏考古证据 1973年 湖北省考古工作者 在江陵济南城凤凰山 发掘了多座西汉早期墓葬 出土了一批有关西汉早期赋税 姚毅等内容的检读 对于西汉早期历史研究极具价值 将临凤凰山汉墓群 因此飞升国内考古界 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十五条 专门记载姚毅的竹简 简文记载饰养里 每两户就有一人服姚毅 有的是户主本人 有的是家里壮丁 善母至家用鞠来代替姚毅 一位名叫丹的人 少去一日也写在简上 已被将来追捕 另一种就是美若干人 有一男一女服姚毅 可见汉代女性也要服役 男子从二十三到五十六岁 每年要在本郡县服姚毅一月 逐简反映的也是碎的家乡 江陵县西乡的姚毅情况 学者认为碎有可能参与了西汉 对于匈奥的战争 文帝出面的那个战争呢 虽然我们算小规模也还是不小 那他战争中他也可能获得五大户这个决位 那么他得到这个决位以后 他然后退伍了他去经商 也是可以的 西汉初期面对北方匈奥的侵袭 除了和亲政策和中央政权 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击战 为加强边防建设 实行了洗民石边等政策 鼓励民众向边境城一千席 同时采取自决赦罪等办法 鼓励人们向边境输送粮食 称作输速石边 输是代表粮食 你把粮食 把内地的粮食 因为当时粮食很便宜 好像是十文钱就可以买到一袋 你看在西汉初年 一万钱买一袋 那就是这个时候粮食很便宜 粮食便宜的会伤农 在这个粮食多的时候 把它运到需要的地方 边境地区把它称之 库存起来 作为这个备占用 汉书《识货志》记载 文帝从措之言 令明入速边 六百弹 绝上造 稍增至四千弹 为五大幅 这项法令规定 能运到六百弹粮食到边境 此二等决 运到四千弹的此地九等决 也就是五大幅 学者认为 税也有可能通过运输粮食 获得了五大幅的爵位 在他得到这个爵位一年后 就去世了 这个大胆的推论 也依稀让人们看到了两千多年前 碎的真实生活轨迹 考古专家如同探案者 从牧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 发现蛛丝马迹 以确定他的身份 试图复原他过往生活的细节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 168号目的古市边乡 一个竹寺中 发现了横器 和一件铜制圆形砝码 这是一个用来称凉前臂的横器 也叫称前横 这个称凉横实际上是来源于楚国 楚国在战国时期 不有黄金货币吗 黄金货币它叫称币 称币它这个黄金的组成一大块 这个里面画一些格子 黄金它不是比较远吗 就是说根据需要把它切过 然后进行称 称前横又叫天平横称 正中定一个小铜环 两端分别插有竹钉 用来悬挂铜称盘 从现代力学平衡原理来看 就是等地天平 也就是一次来插 然后两单 中间一根线 然后两单也有线 连着这个两个铜盘 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半年前 这个天平横杆 他称钱的时候 他主要是一边 主要是看这个你的钱的重量 是不是合乎规范 与称钱横一起出土的是许多钱币 钱币上写有半两二字 字体为秦笠 这个四周还得要从秦朝的秦斑两开始 到了他的后期 就跟我们现在搞贾币一样的 道主之风非常甚 钱就越租越小 西汉初年 为了维护统一横制律令 保证货币的质量 西汉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统一规范了砝码和算钱横系 所以他为什么要称钱横来讲一次问题 你打不到那个重量 你这个不合标准 那你取不到桥 西汉立国之初 影响金融秩序的一个严重问题是 钱币道主之风盛行 到西汉初年的时候 那钱小得非常厉害 所以后来对这个钱进行改革 改革觉得这个秦判难力又重了一点 就这样逐渐地改成了四桌 1983年 湖北省考古工作者 在湖北江陵张家山 发掘了一座西汉早期墓葬 出土了大量竹检 其中名为二年律令的竹检 有关于钱币的法律 它里面有一个关于货币的这个法律 不能随便到处啊什么这一类的 你比如说你到处这个货币 它怎么成化 你不结化出来 那么连你一起成化 到汉文帝时 社会经济有所稳定 国家开始铸造四桌钱 汉书《文帝记》记载 文帝五年除道铸钱令 更造四桌钱 汉书的钱很薄 就要把它加重 加重到四桌 就是这样 加重到四桌 那个时候有的只有一桌 或者两桌 桌是重量的一个重量单位 有的称到一桌啊 所以到这个时候 就把它划定成四桌 政府允许民间铸钱后 因为有利可图 当时许多地主 文明弃弄铸钱 甚至铸钱时 掺杂千铁 钱币倾注不一 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当时贾义上书汉文帝 建议禁止私人铸钱 当时汉文帝里面 下了一个招 没有按照贾义所讲的 就是民间的不准在住私钱 整个汇气的话 只有官府来 但是你这个住钱 可是赚大钱的地方 底下私住的还是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有个 撑钱的问题 凤凰山168号汉墓 出土有101枚半粮钱 这些钱币与天平横称 放在一个住私内 通过隋葬的浅测之道 住私的名称是祭祀 显然这是一套撑钱工具 那么墓葬出土 有一百零一枚半粮钱 是不是四珠半粮钱呢 外观特征上 四珠半粮钱铸造归 阿玛是等量的 是倍数增加的 比如说 它规定的是12株 小的12株 大的24株 再36株 就是天平 一头放砝码 一头放钱 比如说12株的就是半粮 那就乘一个钱 24株乘两个钱 就于此类推 汉书十货志记载 一月融千二百鼠 重12株 两只为两 24株为两 按照秦国高五铜弹权 一斤重256.25克的实测重量 进行换算 铜法码为16株 由此换算 铜半两钱的重量 恰为4株 凤凰山168号木出土的法码 重10.75克 约合16株 正好是4株半两钱的4倍 也就是说 是用来称4株钱重量的 考古人员确定 凤凰山168号汉木出土的 101枚半两钱 应当是文帝时期合格的 法定4株半两钱 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喜的是 天平横杆上 还有一段末书文字 字迹清晰可辨 十 取则轻重 横即服用和 论法谣 理家十日证 文字的大意识 天平上 有十个轻重不等的砝码 供称良时选择使用 如果有人 不用这种统一的横置 就会受到严厉处罚 不论贫贵贱 一律服摇曳十天 这个半两钱使用的就是说 就是比较广泛 我们都真相铸造 就是出现假币 他就来管理这个假币的 竹寺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 有笔 笔制于竹制笔套内 还有燕台 岩石等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毒中 虽然没有墓主人遂确切观止的记载 但墓中出土的天平横杆 砝码 铜钱 算筹 以及文书工具 放置在一起 这似乎给人们一个信息 墓主人生前 曾认过与计算有关的官职 所以生前 很有可能是江陵县 管理文书 以及财政方面的官员 因为他这个墓里面出的这个横杆 是他的执权范围的底线 这个横杆不在别的墓里出现 为什么在他的墓里出现呢 那些这个横杆上面规定 什么陈钱横 是爱家爱户的称钱横 他上面写的四十二个字 就这个横杆是用来每家每户称钱的 天平横杆上还有一段墓书文字 为是阳户人 英家称钱横 以前为磊克 约四株 两端黄绿 学者根据天平横称的墓书 得知墓主人姓英 碎是他的名 与许多考古学者的观点不同 对于碎的身份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运环提出不同观点 那就是涉及他的生活问题 他不一定是官了 他可能就是一个商人 我觉得或者是他是租钱的 或者是一个大商人 西汉时代 农业的发达 与长江水运的便利 造就了江陵商业都会的地位 遭受战争破坏 江陵地区是很少 所以他这个经济都比较滑大 而且这个地方 是一个中心的地区 是一个南北交通的要道 在汉王朝的版图上 东西向的长江水道 与南北向的京香古道 在这里交汇 为商业的流通 创造了便利条件 京香地区过去 水道也是相通的 它有一个洋水 这个洋水它可以通长江或汗水 就是通过沙士的西北边 这样沟通 所以这样一个地理中心枢纽的地区 所以它经商 它需要船 需要车 这是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船的模型 船上有蒋和划船涌 这是墓主人碎的出行工具 罗运环破解碎的身份之谜 还要从称钱横和钱币入手 四珠半两钱流通的时间较长 文帝时期和景帝时期 都使用四珠半两钱 汉文帝五年废除盗主钱令 民间筑钱成为一项赚钱的职业 蕴藏着许多商机 碎已曾经使用过的称钱横陪葬 似乎恰恰说明了他经商的经历 学者认为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告地书 是关于碎的一封极其重要的信息汇集 在里面没有出现他任何官职 只提到了武大夫这一聚位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 他就是一个商人 也有可能他参加了祖签 因为文帝时代他就是汇除了盗主令 就是过去盗主是换花的 这个是汇除不换花 荆州博物馆凤凰山168号汉墓展厅 有一组由墓葬出土的墓勇 和车马等模型组成的仪仗队 队形整齐 显示着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 墓勇的情态各异 表示墓主人生前使用了众多奴婢 从事农业家务等劳作 墓勇经过了化妆 墓会眉目 珠会双唇 就生活平时汉代人已经也注意化妆了 这个不仅仅是理人才有化妆的问题 男人有些几个 里面有几个有些盒子的话 各种化妆品都在里面 汉代社会与平民不同的 是拥有较高爵位的人们 他们拥有庄园和奴婢 以及大量财富 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墓勇 以及车马 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车马出行的盛况 汉代贵族以及官吏出行 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 称为鲁布 出行时齐力开道 后有随车 威武壮观 汉代车马样式很多 汉代摇车 一般又统称为小车 在众多车种中 是一种小而轻便的车 驾一马 也可以驾两马 四面长路 车上有可以拆卸的散盖 一车两人 乘者居左 欲者居右 乘马而去 乘船而归 穿过了四季轮回 穿越了朝代更替 这是碎的形成 这位牧主人 他是经历的时代 正好是一个社会 一个大变革 一个转换 这一个非常波澜壮苦的时代 那么这位碎先生 也见证了这个时代 他后面那些文化背景 是非常值得去深刻发掘 深刻展现 展示给大家 荆州城外 从消逝在田园河渠的西乡饰阳里 到影城 再到济南城的凤凰山墓地 方圆不到十几米 所以在这里 一走就是两千多年